好奇打破一切众生 特别是小动物 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 看到就喜欢把他打死 蚊虫 蚂蚁 苍蝇 看到就想把他打死 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恐怕 阴光大死 这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在风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 不时把他打死 驱逐出境 把他赶走 可是阴光法师不敢那么走 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 他的世界有别人 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 有蚊虫 别人来起来干 老和尚不许 老和尚说不要敢他 人家问为什么 老和尚说 我自己德行不够 因为他们在 好 常常警惕自己 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 他们在 警惕我 警测我 老和尚不敢 老和尚不敢了 听说 都要啊 有他们在扰乱了 自己道德不够 没道德 他才会扰乱了 真正肯修 勇猛精进 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 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 如果果然没有了 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 还有这些东西干扰 你功夫不够 你看看 真正修行人 他不责备 外境 一切回归到内心 回归到自己 我自己不善 他们的扰乱 来侵犯 应该的 不足以为怪 所以这个是 应当要解除的